人当头,我是薇娅 自由高照,我是秋子 天马行空,我是Lulu 常常很多人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帅或者很不漂亮 所以就是为什么韩国的美容行业呢? 整容行业可以做得那么好 你们两位觉得自己对自己满意吗?样子 不满意哦,很想把这张镰倒碎了再整过 再重新捏过 可是我看到这则新闻过后我就怕了 是啊,这本新闻来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台湾男膜,他日前就进行拢鼻下巴整容手术的时候 却不幸猝死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帅的男生 然后网友都觉得这么长这么帅 为什么还会死呢? 为什么你还要去拢鼻? 然后他这个拢鼻跟下巴整形手术 原价是新台币10万元 但是呢,经过讨价还价过后是变成了大概台币5000元 然后就可是他成功过后就必须代言广告 然后他进行手术过后就 不懂什么,就昏迷不醒 然后失去呼吸心跳 他女朋友在外面等他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然后那医生还用很凶的去问他 你的男朋友是不是对什么药物敏感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女朋友非常的不友善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很简单的龙鼻子 还有就是下巴的手术也会造成人民伤亡 是不是 我也之前也听人说过 只要是动刀的手术 它都有一定的风险 只是说是多少的巴仙力的风险 搞不好只是5巴仙的风险 就很低嘛 也不在乎这种东西 但是毕竟你动刀 刀是一个能杀人也能救人的东西 只是这焦点不在那边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 为什么长得那么帅 他身材又好 真的照片看起来 为什么还要对自己那么的外形不满意呢 一帅还有一帅 完美主义吧 完美主义吧 我觉得人到帅到好看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他们会越来越看 放大自己的缺点 但是完美的定义在哪里 谁去定义这个完美 黄金比例 他们会自认 我的鼻子不够挺 我的眼睛不够大 我眼睛大小眼等等之类的 让别人觉得他们 你真的长得很帅 你真的讲得好好看 他们会觉得 我就是讲得帅 我就是讲得好好看 他们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瑕疵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对于整容是整上瘾的人 甚至有一些把一个模型 当作是自己的标准 比如说把芭比娃娃 当成是一个人型的标准来做 我真的有看过 真的有人把芭比娃娃 整到像 整到像 整到像他那个 Cent 他把芭比娃娃的男朋友 对 所以我觉得很乖 你整个就很塑料 感觉是很plastic 塑料的样子 对不对 对 我不懂啊 你们两个会喜欢这样子的人吗 不会 不喜欢 你们不喜欢帅哥吗 那不帅啊 那不帅啊 你怎么知道是不自然 如果是手术和手工好的话 看起来很自然 没有不自然 真的很怪 因为芭比娃娃一开始讲了就很塑料 然后嘴唇也是很奇怪 那我不说芭比娃娃 我就说微诊型可以吗 你们接受如果是自己男朋友 还是老公去做微诊型 接受啊 接受你看 还是要吧 那你配饭吃的时候 也比较好吃啊 对对 所以说到最后 你看还是有要求啊 大家 其实我们社会的眼光 怎么去看 大家是对于美 对于帅 对于漂亮 这个标准 已经到达一个病态的程度 我觉得 这种病态程度是怎么样的 如果是 你已经开始可以接受微诊型 你要知道 所有的这种影头啊 都是从小的开始的 你吸毒也是一样 从少开始 你就会慢慢慢慢慢慢的上瘾 你去整了这个鼻子过后 你觉得 哎呀我嘴巴嘴唇不够性感 我去弄这个嘴巴 再过 你可能最基本 你先从双眼皮 最简单的就是双眼皮 人家说风险不大的 然后你做鼻子呢 你还担心这个鼻梁会塌掉 还是怎么样 所以做双眼皮 做双眼皮过后 你做嘴唇 做嘴唇你做鼻子 做鼻子做下巴 做下巴 你整个脸颊你再做 再搞不好 你整张脸都做完 过后 你还搞身体了 你觉得 我没有这个胸不够大 我要从 我要从零变A 从A变B 从B变C 慢慢伸上去 到之后 你连腰也缩小了 然后你的大腿要去织啊 什么等等 你整身都能整啊 可是这样子要花很多钱 因为你做完整容 你要做 你认为是问题吗 你要做维持的 是啊 你认为是问题吗 因为你已经不在乎了 就好像你把它当成是一个 我就说是影了 你上影了 你的影不是在于 你自己有多漂亮 而是在于 别人的眼光 你的影是来自别人的眼光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 是 因为你整了一个鼻子 过去就觉得 人家看着你男人 就觉得很开心 你的鼻子怎么变了 等等之类的 怎么你鼻子 怎么立体呢 难道你鼻子 之前是突堤的吗 还真的有 还真的有 然后后来 他们就去整啊 等等之类的 你不可能是完全突堤吧 他不敢整 然后去打针 就打针 打针了过后 然后可能再考虑去整啊 等等之类的 可是现在好像是 有一个是 直接就插进去鼻子 有有 他也是有这样的技术 然后有一种是打针的 但是打针的你必须要长去 可能一年两年过后 他是打的是那种叫蛋白质类型的东西 所以他会被身体消化 消化过后 你鼻子又变回突堤了 所以 所以就变回突堤了 是 所以 当然有时候 你像你说的 赚钱啊 要用这些钱来做 这个手术 就看人家的 你多舍得啦 但是不是每个人这样舍得 有些人工作都没有 你说怎么去整形呢 要找工都难啊 是 就在香港有一名女子 因为在大学毕业以后呢 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导致到压力很大 就在昨天的时候呢 在家里上吊身亡了 我觉得好可怜啊 因为找不到工作 香港是有这种 就是现象吗 就是会找不到工作的现象 我知道香港的生活压力很大 是 生活 因为香港的生活水准非常的高 他们的那个消费率 也是比较低一点 我常常看到香港 他们就住在那种什么厕所阁啊 因为物价太高了 如果你没有钱 你真的很难生活 他们这种事也很贵 我最近才刚跟身边的朋友聊到 这样子香港的这个住宿情况啊 他们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他说就 在香港啊 你住的这个 单位是小到你几乎没有办法想象的 甚至连这个洗澡的这个冲凉房啊 这个洗澡空间啊 几乎只能够足够转身 但是呢 它里面除了你冲凉了 还包括了这个洗手棚 就是我们刷牙洗脸的 还包括了有这个马桶 全都住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 对 所以它是压力是非常大 住的地方小 吃的东西贵 什么东西都比别人来得更高 然后人口又是膨胀的 是非常的多 你在马路上走 你可以看到是 那种繁忙的情况 是你很难想象的 在马来西亚比较少看到 可能比较 你别说稍微接近 即使是像不keeping down 也没有像这样接近的这种状况 他们是几乎是超越了好几倍了 那压力大 工作找不到是很正常的 那他应该就是可以尝试去别的国家 你不是说你要离开就离开的了啊 有时候就可能记忆种种的因素 他没有办法马上说要离开就离开 而且你的本身的能力呢 你去到其他国家 你语言能力又不行 你的这个其他工作能力 也没有相对 没有这个竞争力 你也同样的是很糟糕啊 是吧 所以有些人呢 可能就面对了一些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苦衷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评断 只是说 人生在世 是希望是还有的 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 没有所谓解决不了的事情 不要去往 这一边去钻牛角尖 就是只要你还有口气在 我想说 不然的话 当你糊涂最后口气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也做不了 本来希望的还有的都没了 对不对 对啊 不管什么事都还是会有自己解决的方法 对 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 还相对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因为如果要找工作 这些大致上只要不要太嫌弃 也不太难度 也没那么高 但是在新加坡 我们最近常看到很多新加坡的新闻 好像都是很困难找工作啊 不够钱用啊 也是有压力 当Uber司机啊 等等什么都有 但现在又看到另一则新闻了 这个呢 就是 独币的这个体育选手 在网上招揽 陪有女郎 他两年以内 两年来呢 可以广招这个三十几名的年纪 介于十六至三十八岁的女孩子卖营 哇 十六至三十八 这个年龄差距很大耶 是啊 当然大家的喜好不一样啊 口味不同 然后 而且当中的女孩子的 她的职业就包括了 像是学生啊 还有这个托儿 托儿所的老师 还有就是人妻 就是已经有两个孩子的人妻 所以我就觉得 在整个 这个整个新闻里头 比较让我关注的部分 就是去面试的人 就像你说的 里头包括了有谁呢 就是有学生啊 还有这些人妻也去面试 甚至连托儿所的教师都去面试 我实在搞不明白 他现在跟你说摆明是陪游 甚至他在 他在广告里面没说清楚 但是在于电话联络过后呢 他会直接告诉他说 你需要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的 而且需要一些性服务的 他还甚至去interview他们啊 然后让他们来自己家 然后去帮他去做那些东西 就是面试的意思 要验货 要验货 那你就知道整个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啊 而且他很夸张的是 有一些人他是一次不行 还会再倒回来 就真的这么需要 这样子的工作吗 这就是我的疑问啊 我的疑问就是在这边 为什么是 你看他不是一般 不是就是说没有工作的人 而是托室教师 会计师 餐饮经理 美容顾问 牙医诊所的助理 那人妻 那个人母 我就不确定 可能他真的需要一些收入 但其他人这些 有那么多 都需要这样子生活费吗 还有一名年轻 最年轻的16岁的学生 当然他是因为破碎家庭 母亲也结四次婚 又跟外婆同住 自己要赚生活费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他可能真的已经去到走投无路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走投无路到这种状况 你需要靠这种快钱 要赚很快的钱 才可以够消费吧 然后自己其他人 我觉得多少都会 怎样都会有点虚荣心吧 这属于虚荣心的那种 虚荣心 我觉得是一种可能性 我不能包 我不能把一杆子打翻真说穿 可能他们真的需要钱 但是呢 也有很可能是虚荣心 你要需要钱去买那些名牌包包啊 等等 那赚快钱是你最好的方法 反正你觉得这个工作很轻松啊 赚油罢了啊 服务罢了啊 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赚这么多的钱 因为他的薪水真的很高耶 每份才是可以赚 一千元 一千新币 一千新币 大概是三千令吉 就一次就可以赚一千块 对 而且时间自由啊 你不用好像早就玩屋啊 等等的 但是 如果去做了过后 他自己的心理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就是 我始终觉得 当你去做了一件 你不是那么乐意去做 虽然过后呢 你可能会觉得 你已经做到习惯了 没关系 你可以去做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放开自己了 但是这种放开 对我来说 我得把它看成是一种放纵 你已经放纵自己了 你放弃自己 你放纵自己 所以在心理上 你只要已经跨出了那一步 那你以后要做什么 可能你就觉得 也不是很大问题 而且你会永远有一个 心理上的一根刺 我会觉得 每个人心里 都有自己的尊严 你把尊严放到多低过后 那如果这个已经超越 在你尊严的底线 那你会永远 那是一根刺在你的心里 你无论过了多久 你都没有办法忘记 你做过这个事情 你会觉得自己身体 可能很肮脏 什么之类的 可是那个是 他自己愿意去做的 那他应该是可以接受 这个工作了 是有谁真的自愿去做吗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被迫 被逼 所谓被逼不是别人逼你 而是你自己逼你自己去做 除非他真的是属于一种 可能真的有一种现象 就是有一种病叫什么 就是叫性隐症 这个就他没有办法解决了 就是自己身体上的需要 是非常的强的 然后他可能就通过这种方式 反正我有钱 我又可以解决我身体上的需要 那可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不是 是一般普通人 我相信没有人会选择这样子 如果可以有的选的话 他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赚取这个钱 你再有需要 你也不用这种方式 如非你虚荣心还大过你的尊严 那你虚荣心大过尊严的话 你去出卖你这一方面的这个尊严 那可能你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愧疚感 或者是你觉得那个刺在心里头 所以我就想说这些人呢 他们是面对什么样的一种苦衷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只是我也是很好奇在新加坡 可能不在新加坡 我相信马来西亚也相对有的 马来西亚我也听说有好多这些 出来兼职的 可能模特儿 听说这个行业会比较多 有一些是保险经济 这些为了要达到得到一些合约 他们不介意去做这样工作 甚至通过工作到合约的同时 他可能还有钱在收 所以很多都在选择这种快捷径了 但是我不能够说这是错 它不是对和错的问题 而是你自己怎么选择你这条道路 往后你要怎么面对自己 而不是面对别人 别人眼光你承受了没关系 但是你接受了自己内心的 怎么说 那个疑问或责问 你接受了就没问题 反正你生活可以照过 没影响别人 造福社会 造福男人 是吧 只是不要再去拖别人下海吧 因为有些时候 还蛮常发生的 自己做勾 再拖自己姐妹一起下海 没有就是分享 可能 赚好钱 他在帮他姐妹 可能他姐妹也面对相同的困难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 可是还是有其他方法了吧 也许吧 那不是每个人可以像马云一样 对吧 马云他是有这样子的能力 但他也是有这样子的运气 也不是每个人 可以在马云的阿里巴巴 做得很好 但马云 我们就说马云吧 马云本身 他创办的阿里巴巴过后 他就成为世界名人 而且是世界富豪 但我不说他富豪 他自己本身也是说 其实有很多这种马云的 什么鸡汤露等等 都不是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说过这番话 反正别人就用他名字来说 说过这番话 但是都是往好的 这至少是好的吧 只是最近他 好像自己发言论 好像都不怎么好呢 像是之前的假货 做得比真货好 现在他又突然表示 他有时以来做过最大的错误 就是创立阿里巴巴 这个让我真的很震惊 他后悔了 你怎么会最大的错误 就是创立阿里巴巴呢 阿里巴巴 让你红 让你有钱 不过他要的生活 并不是这一个 他要的生活 其实只是有机会到 世界上任何国家平静地度过日子 不想谈论工作 不想谈论商业 安安稳稳地过一个隐居的生活 有钱人说的说法 永远跟我们这些 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人 看法都不一样 我告诉你 我也喜欢是在一个国家 然后拥有一个 一个自己简单的产业 过上平静的生活 我也想这样 我不想谈过什么的 但是你能够有这个资格 现在说这一款话吗 我没有 但是马云 你有这个资格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到达一个 可以人家说上岸的 这个情况 只是说看你的这个理想有多大 目标有多远大 如果你的这个人生目标 理想愿景是说 我要改变全人类的这种 生活什么之类的 比如讲像Steve Jobs 我觉得钱对他来说 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力 反而是他的成就感来自 他创造了什么东西 改变了人的生活 他的成就感和虚荣感 是来自人对他的一种崇拜 和他的整个成就出来 让人改变什么人的生活 我觉得他是来自这个 我相信马云同样的 他应该现在成就感 已经不是来自赚多少钱了 而是来自他怎么改变 这个生意模式 然后让更多人受惠 同样的我觉得 当这些人去到一个程度 或者他们原本就有 这么远大的理想 赚钱反而是其次 他们就做对了一些东西 就说他们自己的 心理上的目标 就是很远大 我要改变世界 有多少人能做到改变世界 对 居然还有那个能力的话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 就像我 我自己都不敢说 我要在一个 任何一个国家平静地度过日子 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 没有那个能力到别的国家 然后过一个平静的日子 因为我现在日子已经够平静了 平静的甚至我有点怕 太平静了对不对 反而要更忙一点 对我还希望我可以改变世界 可是我没有那个能力 是啊 那就大家一起来创造梦想 谢谢大家